請注意 此影片含粗續用語 不適宜疑同及疑打爛人士觀看 此影片絕非廣告 自費的屌理 自從開始留意多了健康飲食之後 錄到電話 每個人都很貼心甘 成很多減肥提示給我 有幾個好熱門的說法 我過了整年 減了幾十磅都是反方向走 今日 除了和大家看下我新年過得有幾折 吃得有幾過份之外 不如順便分享下那些對我一點用都沒有的減肥提示吧 連29這日還在開工 早上喝杯咖 滾順了腦袋就去做事 下午叮了西蘭花 再載了一罐魚 有個說法 叫你多吃高纖食 飽肚又飽耐些 想減肥就要多菜小油小肉 我覺得低卡又高纖的食物 體積上的確可以塞在我的位 但如果目的是飽肚加飽耐些 那些低卡得來 營養又不齊全的食物 會好似粒無電的電芯 霸了你裝電的位置得來 又給不到電來 想像一下 你用那些麥齒靈卡烏斯塞爆了的肚 身體要處理之餘 又拿不到任何能量 就算胃滿了 你的腦都會因為身體沒電 告訴你吃不夠 到時你只是一個肚脹脹脹得來 又不夠飽的小狗 我餐餐都吃那麼多菜 和我想塞飽自己一點關係都沒有 最大原因 只是我本身真的很喜歡吃菜 菜的纖維 又可以順便幫手穩定血糖 要飽 還要飽得來的 靠的都是蛋白質和油 所以除了一罐魚之外 我還剝了一隻雜蛋 堆了一些芝士 還有一些脆薄薄魚下去 混合好似雜魚 但是我就覺得好好味 吃完拍多幾粒番茄仔和南梅都不滿足 還丁熱了一塊蛋白曲奇來吃 吃完整塊我應該會反肚 所以拍了一半就算 晚上中西合璧 做了乎乳通菜和肉醬意粉 那些粉是用低碳大豆意粉來 吃完啪一粒布林 搞定下午剩下半塊餅 就去了廚灣逛花市 整天都說香港沒有人 為何出街都還那麼緊迫呢 這日年三十 看著個個不是收了爐 就是輪著收爐 真的酸味味感 早上快快手喝杯啤 運動員就開胎堡做了些手味 兩點多終於正式收爐 真的想還神那麼開心 家因我失業那麼多年 都很少可以早下班 下班不是很肚餓 加上想留下肚子我媽媽的新鮮雞 這餐只是輕輕炒菜和菇 再煎了一隻蛋 切了一隻蘋果和滑滑滑糕糧分分 還試了學外國人用蘋果尿花生醬吃 蘋果好吃 花生醬都很好吃 但就算同一口吃 都是兩樣東西來 究竟為什麼他們會有這樣的配搭呢 未滿足不會停手是我的宗旨 拍多隻雜蛋 再對多幾粒番茄仔和南妹才肯去洗碗 每次回娘家吃飯 都會想起對上一次飽到反逃犯了多久 決心這次要收領些 但最後都是活明覺不覺幾餐送當一餐飲食 除了桌面你看到還是見不到的東西 我還吞了一大堆笑口組 只是計隻大肥雞的話 我連皮連肥膏拍了大半隻 如果計卡路里是準的 我應該會重了幾斤 事實是 我試了一整年 有一大堆很認真馬數來驗正解卡路里有沒有意思 卡路里吃得少那天未必會輕了 數爆表得很過份的日子 都不是每次都會肥 這晚一吃 吃了幾天之後 我只是重了一督尿的那麼多 我不是說看卡路里 熱量和磅重完全沒有意思 但如果你以為自己真的看得透就很笨 就夠了 拿那些丁丁鳳爪排骨飯做例子 包張印那個營養標籤 說的是他拿去驗那道飯 你吃那道肯定跟他拿去驗那道不同 只是說那些排骨排骨幾重 有多少肥膏都不會有兩塊一模一樣的 還有成份表不準 營養標籤說謊這些東西不是沒有發生過 有很多page 營養師那些 release但沒有成份表check的食物數據出來 讓你選食的時候有得對 兩間不同的茶樓整個燒買的方都不同 你又怎可以肯定一粒燒買幾多卡 如果你不check不安樂 那個榜說你一晚就重了幾斤就呈淺癖 完全給這些數字來決定你吃不吃的 希望你明白就算check了 條數點都是不準 同等熱量的食物可以對身體的影響完全不一樣 我個人絕對不同意減榜只是focus在熱量尺字上 身體識不識消脂 除了吃幾多熱量之外 還有太多太多因素影響 那個榜數字升了又不一定等於你肥了 與其執著自己吃爆了幾多卡 那個榜說你重了幾多等等 只是看著那些數字做人 不如研究一下自己身體怎樣才不會那麼沽寒 只是會存錢不懂花錢 大年初一正式放假 早上還飽緊 喝杯啡之後做一下運動 滑嘟嘟早過我肚餓 去自己吃隔夜菜我就在旁邊做蛋糕仔 吃到兩點好想吃鹹蛋 輕輕炒了豆和番茄仔 還有一粒火腿蛋 再蒸了一隻鹹蛋沙泡 不過因為太鹹 所以我吃了半隻就投降了 蛋糕仔用焗爐仔焗到那些食材焗爛了 出來好像中了輻射感 不過怎麼說都是新鮮滾熱的 我就當然不會放過了 之後出去看了一套劇情很老套 又不太笑得出 不過適合新年看的合家歡卡通片 新年流流拍出去找食物 摸門的 所以隨便在商場吃漢堡包就算 減肥的人 經常都好想找些低卡的零食 我覺得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那些對食很執著的人 想吃的話 不如正正經經吃那些你想吃的東西 如果一開始想吃薯片 因為低卡些 所以轉吃那些懶健康的米餅 拍了一堆米餅之後 指不到條薯片人 最後都是會買了一包薯片來吃的 雞樂食米餅這下 是不是多鯼魚 當然你可以用發掘新的心態 去試那些所謂健康一點的食物 看看自己喜不喜歡 例如我試過之後 覺得某些代糖朱古力都很好吃 可以代替平時的牛奶朱古力 又或者用羅漢果糖 做實的的那種芝士蛋糕 我根本分不出和白糖做的有什麼分別 但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什麼可以代替到 煙煙韌韌的糯米糍 想吃的時候 我就寧願正正經經買一隻糯米糍 為什麼都抵過吃一堆沙不醬之後 又對糯米糍念念不忘 好像拍片那幾天想吃老土南乳餅 那些人見有崩沙就買了來吃 乾乾脆脆吃了去 無謂浪費時間搜尋根本 沒有人做的無糖低炭南乳餅 我覺得如果所謂正餐吃得對的 根本就不會餓到需要零食來頂肚 平時小小的 吃零食開心下的 都沒有多影響健康 但如果你本身日吃夜吃 沒有零食就不滿足的話 與其找些低卡零食來頂肚 不如了解一下 為什麼自己經常都口癢 先來 身為一個接人 新年不會去拜年 連初二還連街都沒有走 早上除了brownie之外 還做了煲我想做很久的認真番茄湯 一塊牛扒兩份分都不怕不夠飽 因為不止西蘭花有魚和芝士 滿湯還有好很多忌廉 拍多個brownie 吃多塊泵沙就開始頹廢了 整個下午聽到看書 順手清包睹眼睹鼻的泵沙 這天沒怎麼動過都喝了好冷多水 很多人說想減肥要多喝點水 我試過也明白 逼自己喝水是一件多難受的事 我不是說反對你喝多點水 如果你像我以前一樣 一天喝好冷少水 有得選都會選有味的東西多過清水的話 飲水這個問題真的要正視 但是我由飲不夠水到一天飲幾星水 不是逼都不是練出來 只是現在飲不夠水 真的會口渴的意思 我這年大部份時間都是低碳飲食 相比以前餐餐正常飲食的時候 個人真的減少了好多好多水 以前根本不知什麼叫口渴 只是走過搖搖杯覺得口癢 我不是叫你一起低碳 都不敢說低碳必然是好東西來 加上低碳的範圍很廣 究竟多少碳水才叫低 我都不肯定 但是如果用茶餐廳 早午晚三餐做所謂正常飲食的例子 碳水比例是否高到我們應該反思一下 為什麼我們經常都不喝呢 身體行得順 代謝正常 還是給你適合的訊號 根本不用教宗都不用迫 你都自自然會去想喝 如果你經常都不用喝水 一來就迫自己多喝點 辛苦得來自必不自本 不如看下怎樣讓自己身體溫得順一點 掛著講水 忘記介紹一下我們的晚餐 都是煎了羊架 丁了點菜心 再吃多點生果 下午吃得太多泵沙 這餐都是吃小小 耳絲耳絲 推給滑嘟嘟就算了 全人都沒動過有點辛苦 吃完飯出來散個美好就爽了 初三一天早上喝杯咖又繼續看書 早上焗了一堆番薯 再做了一瓶雞油蒜蓉草糧 前兩天剩下的忌廉 怕它不熬得多久 所以蒸水蛋那時發霉下去 出來成了火山 我可不可以捏入忌廉裡 這餐還炒了蝦仁和菇 又丁了油麥菜 一條番薯糧糊糊 吃到一塊bronley 多吃幾粒辣妹又飽又滿足 經常都有人說減肥要吃七分飽 究竟有沒有人知道 什麼叫七分飽呢 飽到吐叫十分飽 還是舒服飽叫十分飽呢 那七分飽是飽著餓還是餓著飽呢 對我這些那麼喜歡吃東西的人來說 要我餐餐吊飲不滿足的 我就真的熬不到 過了一年 我學會每餐追求的 應該是吃到我真的想吃的東西 不止肚子滿足 心靈都要好滿足才會停手 我覺得夠營養又滿足的一餐 才是我可以吃少點的原因 不滿足轉個頭 又會心動動 拿那些你剛剛要忍口沒有吃的東西 不飽的 餓著做事又會做什麼都不專心 然後都是會去再吃 如果你減肥 根本不用因為吃飽而內疚 教你餓餓才減到磅 只是想藥待你 下午去觀塘 逛了個新春市集 明明看人拍好像很多正東西 去到都是沒什麼吃肉 晚餐坐下吃了沙律 開了的生蠔 不要以為我是想健康點 所以吃沙律 純粹是我見到整季菜很high 很想夾 這餐算下應該是七分飽的 但是可能因為生蠔不好吃 加上不是很夠肉 所以一點都不滿足 之後就是口癢不死心 買了包餅來吃 我不是說這樣吃有什麼問題 但餐餐都不滿足 要自己飲這個東西 要你長期做又熬得多久 最後一天假 早上都是打幾隻字 看下書 下午切完雪櫃 剩下的東西 炒了雜菜 煮了番茄蛋 又順便弄滑嘟嘟第二天的飯盒 妹妹開始收水 又清了 剩下最後一塊 未變冰的邦尼就交給我 好 想吃老婆餅 一出街就碰到 真是好開心 整個家 只是認真做了一次運動 再天天出去逛逛就算 如果你跟我一樣 不是運動開 都對運動一點興趣都沒有的人 真是不要妄想 一天動得過一陣 就可以消枝 我不是說運動對膽磅 一點好處都沒有 但是好像我這樣吃做動一下就算的話 做了都幫不到你落幾多磅 假如你只是為了瘦而去做運動的 很多時你沒見到成果都已經辛苦到走頭的 好多減肥的人追求的只是沒有肥膏 不管自己有沒有肌肉 如果你追求的是這麼膚淺的 其實真的不用做運動 由零運動到試動一下的話 最好調整一下心態 不要想做運動你會瘦得快很多 當你明白運動餵的不是瘦 而是健康的就好堅持很多 當然啦 我都明白很多十八二十二的目標 只是會放在瘦上 覺得健康是理所當然的 那不如就等你開始尋求健康才來做 好過你日日迫自己做到細緣感 身體重大壓力更加落不到磅 放假最後一餐 去了荃灣食素步飛 比起那些新派的素食餐廳 其實我喜歡這些狗式宅舖多些 一點都不健康之餘 還有很多炸食 吃得太high 一餐吃了五轉那麼多 我一跳了就不會停 真的要學一下煞車 這間我們都不是第一次吃的啦 各場奇奇利利感 review算是很快手 吃到尾都還可以選擇 傳統齋譜見開的解肉炒菜 菜炒菜 齋滷味 胡桃魚等等大量炸物它都有 最有趣是這個咕嚕肉 整碟咕嚕肉感 但豬肉變成菇 本來都不覺得它很特別 但我一想到咕嚕肉三個字 就覺得它很賺鬼啦 可能是因為放假最後一天 不吃死自己不死心 吃完之後飽到胃都痛 下次我會做 吃四轉就會收手的啦 初五誓願的開工 前一晚吃得太多 飽到這一天好不舒服 不肚餓得來 做運動的時候 扯到肚腩那下 胃都還是痛痛的 經常說減肥的話 一定要吃早餐 其實不要說好像這一天這樣 對上一餐還在飽 我真的想不明白 為什麼平時起床 不肚餓要逼自己吃東西 當然如果你一起床就餓 不吃早餐去上班 上學上寫字樓的 會手藤腳鎮 吃了真的會好一點的 那就當然照吃啦 有時候我都會不肚餓吃東西 理由可能是想和其他人一起開餐 可能是明知晚一點沒有時間吃 當然就餓得很慘 又或者純粹是悶到想吃東西 為了減肥 我自己不吃早餐很笨 但為了要吃早餐 而吃早餐好像更笨 還有聽過一些普通話的提示 叫你幾多點之後就不要吃東西 幾多點之後就不要喝水的 真的得膽笑 甚至有計劃 叫你整個月吃什麼做什麼 就一定減到幾多磅那些 九成都是騙你 千萬不要那麼妄狗信 這天不止早餐 連午餐都沒有吃 晚餐拿著試蛋 清洗個雪櫃的瓜瓜菜菜 再煎個豆腐和魚就算 完全不記得這天是情人節 煮下滑嘟嘟叫我醒醒定定 我才有點心開 立刻拿個心心帽出來 咳到豆腐變成心形豆腐靶 才拿去煎 上碟那下我自己都佩服自己的急財 因為還肯定 這天正餐吃少了 吃完遮回蘋果 剝多幾粒花生就收皮了 為什麼就算買了包漂亮的花生 都硬是好像出街剝的時候好吃一點呢 我的新年假就是這樣摺著過了 比平時吃得沒那麼乖 又吃多了很多 埋單都沒點肥到 我覺得健康是信仰你 減榜其實都是各思各法 你不認同我剛剛講的東西的話 其實很正常 我正在做的東西不一定是適合的 但是一定沒有那些高級減肥貼士那麼乱克心 記住要瘦要輕很簡單 你絕食就可以了 但想健康的 只顧吃少一點是不行的 嘻嘻 人對別人?? 賣服 別人 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